那说到娱乐圈中的交友之道呢 很多人都是因为志趣相投 比如向海闺蜜张军定陈一涵呢 是因为喜欢旅行而走到一起 而这个孙丽呢 则是因为小动物和甄嬛传中 锦西姑姑成了好朋友 那么由此可见呢 孙丽呢对于小动物的喜爱 真的是不一般 10月25号 孙丽出现在了上海一场 救助流浪动物的公益活动上 让不少人大呼意外 但其实娘娘一直都是热爱小动物的爱情人士呢 当我发现有流浪动物 关注到流浪动物这个群体 然后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关注帮助下 真的有很多动物走进了家庭 孙丽更是身体力行的时候 养了不少的小动物在自己家中 此前还经常带他们出席一些公益活动 这只狗就是邓超捡来的 它拍戏的时候捡来的 它今天能这样 我觉得我已经很欣慰了 因为它刚刚来的时候 任何人跑到我们家里来 它都会躲到沙发后面永远不出来 但自从生下了儿子等等之后 孙丽却不得不暂时远离一下这些小动物们 我在前两年都有养 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家邓登 它对狗毛过敏 对 它有一段时间一直流鼻涕 一直流眼泪 我也不知道 一直以为是感冒 因为医生的建议必须要隔离过敏源 孙丽才忍痛把自己家里的小动物们 都寄养到了自己的亲戚家中 最从2010年孙丽担任了反皮草的代音人之后 她不仅积极宣传这项公益事业 更是把这份执着带到了生活当中 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更时刻提醒身边人 而孙丽更是把是否爱护小动物 作为她交友的重要准则之一 在拍摄《甄嬛传》的时候 孙丽就跟戏中扮演锦西姑姑的孙倩结为了自己好友 原因就是自然也雷不开小动物了 《甄嬛传》中有一个小白猫 大家都可以看到是一只道具猫 因为那只猫就是在拍戏的时候 一直在病一直在病 所以丽丽她就很心疼 后来这部戏快拍完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她说倩倩 我打算把那只猫咪抱回家养 而孙丽这爱管动物闲事的 精神不仅局限在自己的剧组里 别的剧组里的小动物 要是被她看到了也要管 这样的爱心和关怀 可以说很少人能够做到 而孙丽作为一名演员更是公众人物 却能够观察入微 真正做到关爱小动物 不得不为她的这份爱心精神点个赞 因为我们为自己想的太多 就是没有为她想 为她想就是她将来怎么办 她离开这个剧组以后怎么办 所以其实我们多想一点 那些动物就会生活得很好 不是好一点点 新闻在线上海独家采访的